小先生,你又說得很開心,但我時間差,我問多你,因為很多聽眾在網上問你,徐少強現在在大陸的訪問,就說他重出江湖,也有人問你,徐少強有沒有一個TVP,那你可不可以說一下徐少強和天蠶變之間的關係? 徐少強的人是一個浪子,那時候有很多女的,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就是雪梨,但是這個人又喜歡打架,我的朋友是大頭文在台灣拍戲那一刻,有一晚在那裡睡一覺半夜,徐少強來拍門,那時候就是天蠶變之後,徐少強在台灣拍戲, 徐少強拍醒他,你以為他會弄什麼給他呢?弄武士刀給他,他說你收起這把刀,剛好砍死了一年,抹乾味 他就是施亂,那個大頭文拿著一把,充滿施亂的武士刀,真是不知如何,他叫他幫他收起, 這樣打他是不是很打得的? 打得下的,他打街頭,交出身的,這個人動著喝醉酒,就是生事,你知道嗎? 很不羈的,是不是你發掘他? 不是,我們首先那時候,不知道是誰介紹來,他不是,他是兆氏訓練班出身, 一來首先就做了一部戲,就是那個時候叫沈聖伊,看過,看過,看過 電視劇是沈聖伊,那我們覺得,我們要找人捧他,就捧他做天蠶變,就是這樣 這個人很可惜,但是就是說,他的性格是這樣,就是這樣 這個人很可惜,這個人很可惜,你看那些小說都是這樣, 兄弟幫我拐一把刀,剛剛斬完人,剛剛殺完賊,以前是說的, 真的是真事? 真事? 那他可以逃過法律? 是啊,台灣什麼都可以搞定,哈哈哈哈